- I can't wait to see you in my hair - I can't wait to see you in my hair - I'm Troublemaker 怎麼會這樣子 大家好我是美食手裡千千 欸不對 今天這個是在生活頻道 我應該要... 大家好我是美食手裡千千 大家一定想說欸奇怪這個背景 是不是有點抹衡這種辦公室 然後接下來這個就是我今天要跟大家介紹的 就是我要跟F1D 就是一個服飾的品牌 聯名衣服人 然後 其實我現在非常的興奮 你知道為什麼嗎 因為我相信應該有一些觀眾有說 其實我蠻高的 我175公分 所以呢其實我在買衣服的這條道路上 買了非常多不適合我自己的衣服 所以呢我跟妳講 這一集真的是高個子 你看 然後 比較那個嬌小個子的人也必須看 是因為這一次呢有一些我覺得很強的 有一些品牆 它是出了兩個尺寸 來先跟大家說一下我個人喜歡穿衣的風格 就是我喜歡 穿看起來比較簡約風的 比較看起來很舒服 色調比較 就黑白灰 然後看起來會顯白的那些顏色 其實我個人都很喜歡 好我們先來開箱 廢話有點太多 首先呢 我應該先介紹一下我身上的這件上衣 開始就直接脫 首先就是這件非常白搭的無袖的上衣 而且給大家看一下它這裡有一個小LOGO 這是一個在跳芭蕾舞的我本人 然後下面是一塊孔肉 大家會覺得非常衝突 但這兩樣都是我非常喜歡的東西 然後我很喜歡把各種衝突的東西放在一起 尤其是因為大家看起來我都會覺得說 長得好像滿有氣質的 可是講話很多人都會說 怎麼覺得 然後這件非常的顯色 因為其實我本人是肩寬算寬的人 頸部的這個的那個套進去這個洞 跟這個肩寬的它長度非常剛好 所以你就不會覺得這裡好像有無線框框的感覺 然後側邊我把它弄有點低一點點的原因 是因為我覺得這種無袖就是要稍微有點露內裏 但是不要露太多 因為有時候彎腰會太辣 因為我本人就是不喜歡穿太辣的衣服 這不管你穿什麼或是下半身穿和聲的牛仔褲 短褲都非常的適合就是非常百搭 接下來是這一件紫色的針織衫 然後它是稍微做有一點點撞色給你們看一下 我跟大家說因為我非常喜歡紫色的衣服 可是因為紫色它其實很危險 因為你稍微深一點點或是再淡一點 你很容易氣色擦跟看起來很顯黑 所以這個紫色是我很喜歡 它看起來就是非常優雅有氣質的顏色 然後旁邊之所以會滾綠邊心 我不希望它看起來太單調 所以你其實這樣子單穿著它 然後下面穿和聲的牛仔褲 看起來就非常的有氣質 有沒有 非常好看 好害羞 介紹衣服 介紹的莫名的很害羞 然後就是你知道它就是 非常百搭 對 然後顏色又很漂亮 又是很美麗的紫色 它的長度非常的剛好 因為現在其實滿流行 真的是現在稍微再短一點 又有點做短板的 它就是非常的剛好 就是塞進去的時候 你也不會覺得好像很急的感覺 而且它的布料摸起來非常的舒服 接下來就是每一個臉品都一定會出的風格T恤 這個必須要出吧 大家都會覺得我很白 但其實我這個黃底 然後其實是很容易看起來會有點暗沉的 所以這個也是非常顯白的一個鵝黃色 然後後面就有很大的字 就是 畢竟我是拍吃的 所以最終要的就是 Live, Love 跟 Love 這些 都不需要 就吃 好了其實都需要 我覺得這件很好笑的一個點在於 所以吃飯的時候 在咬東西 咬漢堡的時候 大家看你的背影是這個字的時候 你不會覺得非常的可愛嗎 但因為 只有背後有大字 我覺得前面這樣子 全部都素得有點單調 所以後來呢 就是F&D設計出了這個 一個小Logo 這其實是一個荷包蛋的概念 就是中間是蛋黃 外面是蛋白 是不是很可愛 然後因為單純的荷包蛋的樣式 看起來可能會有點奇怪 所以有點小花的感覺 就是覺得 欸有一點點少女感的成分在裡面 我跟你講這個版型我真的非常的喜歡 所有的高個子的朋友真的必入手 小個子也可以入手 原因是因為它是完全可以讓你下半身失蹤 但是又不會到很短的那一種 如果小個子的穿大概165以下左右 你穿大概會在大腿的一半再上來一點點 如果你根部是比較有肉的人 然後你穿 裡面再穿一個5分的單車褲 我覺得就非常好看 這個呢我之後辦公室也打算就是 現在當那個團隊的衣服了 是不是很可愛 接下來這一件也是男生可以穿的 然後它非常的舒服 給你們看一下它這個褲有多軟 它這個是長袖 它有點防曬的功能 因為我很怕曬黑 然後這種軟褲就是你隨便下半身 可能套一個瑜伽褲啊 牛仔褲什麼之類都非常的適合 重點是這個男生也可以穿 而且女生穿這個啊你戴一個毛帽 你就會覺得非常的帥 它是一個非常中性的風格 然後它邊邊啊做這種 就是有點縫線的感覺 你覺得它有設計感 但它又有點低調 不是很明顯的那種感覺 就是我很喜歡這種類型的衣服 但是它的白不是那種浮調的白 所以你穿上去的時候 它其實也是非常襯褲色的 這件其實稍微有那麼一點點透 就是你可以稍微看得到內裏 有點慵懶可是帶有點小性感的感覺 但因為呢我本身不喜歡看起來太辣 所以呢我覺得這種小性感是 有一點點小心機在裡面的那種 我覺得非常的OK 然後再來的話就是襯衫了 各位真的是 夏天怎麼可以不入手一個襯衫 就是一個超級防曬的東西 又非常的白搭 下面穿個牛仔褲 又是牛仔褲 對因為我很愛牛仔褲 下面穿個牛仔褲就非常好看 這邊呢我有做稍微比較寬一點點的這種袖子 我喜歡那種就是你知道穿襯衫的時候 它有點蓋住你的手的一邊 所以我有請它這邊稍微做寬一點點 然後做兩截口 休閒小微正式 但其實又沒那麼正式的那種感覺 我覺得很好看 旁邊有做一個小口袋在這裡 然後轉過去呢 這裡有一個小標籤 就是My life cycle love sleep and food 就是我的生活就是愛睡覺跟食物 我覺得這個真的超適合我的 這一件呢也是男生可以穿的 你不覺得你在路上如果看到一對情侶 然後兩個都穿白色襯衫 你就覺得看起來有點像夢幻情侶的感覺嗎 主要其中一個原因也是因為我很高 所以我很喜歡買男生的衣服 對 給大家看一下 我們見 再來是這件長褲 因為呢現在其實非常的流行出 像這種軟布的那種 有一點點雪綁風格 又沒那麼雪綁風格的長褲 很高腰的之餘 你就會發現它的下半身長度非常的不夠 但這件不是 它就是長度非常的夠 所以高個子穿非常的舒服 我跟你講這件高個子 真的必須要入手 它的邊邊這個啊 是做寬版的那種鬆緊的 你在穿上去的時候 你就會顯得你的腰比較細一點點 然後還有這個 就是你知道有點度假風的這種綁帶 我只能說因為這件的細節非常的漂亮 所以呢你買回去稍微修一下長座穿 就非常的好看 你說能不能不買嗎 它真的是很好看 而且因為我是離型身材的人 所以它穿上去的時候 你的這兩塊這兩塊 直接消失 所以它穿起來很涼之外 它就不會覺得說 裡面好像藏了些什麼東西你知道嗎 它就是很順順的就直接下來了 我跟大家說這件牛仔褲真的必買 這件牛仔褲它有兩個尺寸 高個子版的跟比較嬌小的正常的那種版本 它這個的那個高腰它是真的高腰 因為它跟一般的牛仔褲比起來啊 它就上面的腰它做的稍微比較收一點點 所以你在穿上去的時候啊 它那個A是做的比較A一點點 你就會覺得說上半身真的很窄 然後下半身非常的順 它有做破洞 有一點點小破洞 露出一點點肌膚看起來才會顯瘦 所以它其實在側邊的這邊 它有做了一個那個剪 剪破的一個設計 然後它下板呢 有做一個剪開的一個設計 這邊它是用死的 所以基本上你洗了之後 它也不會就整個炸開這樣子 它看起來就是很漂亮的那種水藍刷破 然後你不會覺得它太前線胖 然後又有帶有一點點深度 所以呢 穿上去整個非常的修飾腿型 那因為我本身175穿是 剛好拖地會再多一點點 所以基本上我覺得像到178的身高的女生 一定也都可以穿 那168左右的女生啊 我覺得像這麼長的牛仔褲 然後可以倒地 它會有點細節其實不多 所以我覺得我很推薦大家可以嘗試看看 再來就是洋裝了 我本人最會最愛的洋裝 這兩件我只能說真的是艾絲 它不是一個很難搭配的 所以你不需要思考我今天出門 這件褲子要搭什麼 它就是一套牛仔褲 完全出門 牛仔褲上一套的就可以出門 它就是非常的方便 然後再來的話這件裙子它有兩個顏色 它是這種水藍色跟這個綠色 這個裙子啊它這裡有 有扣子有三顆 不管你是高個還是還一個 你都可以調整到你自己要的那個高度 再來的話它中間這裡 有做一個綁帶 所以呢你今天要寬鬆一點 或是要收緊一點點都可以 然後重點是它的高腰是真的很高腰 所以你在穿的時候你就會覺得說 這個以下都是腿 它裡面還有做內丁 所以你在穿的時候啊 你就不會覺得說 下半身好像有點空空的 然後兩邊它也有做口袋 給大家看一下 兩邊有做口袋 你要有一點點休閒感 你也可以穿去 然後又不會覺得你非常的隆重 就是它真的非常的實穿 綠色這件我覺得是比較少見的一個配色 我很喜歡 它有點野餐風的那種流 兩件穿起來都是顯白的顏色 黑流 各位就是正在看這一支影片的高個子 請跟我舉手一起吶喊 高個子終於有連身褲的雪板可以穿了 吶喊一下 小個子大家也先不要離開 因為我一定要跟你講 這件有多值得買回去修長度 因為它的高腰真的很高腰 它是收得非常剛好 它不會太寬鬆也不會太緊 所以你就不會覺得你整個人比例不好 就會覺得說 這個以下這個腿非常的長 這兩個顏色其實一件是想要做黑色 一件是想要做葵色 但是由於它非常的顯白 然後加上我去試衣服的時候 一穿上去 然後現場像我包圍的經紀人跟F&D的工作人員 就覺得這顏色很好看 所以就把它留下 我跟你講這件真的是非常適合夏天 非常輕盈的一個唇下的顏色 然後給大家看一下它這邊 它後面的釦子呢 它是縫三條線 所以基本上呢 可以把它收短一點點 就是你可以自己調你自己的長度 你就不會有這邊太高 或是太低或是下面卡住的問題 然後旁邊它這個其實有一個小扣環 但這個扣環呢 它稍微有一點點就是可以收腰 但是它其實就是裝飾用的 我覺得黑色這個啊 你穿去那個比較正式的場合 其實也非常的可以 然後你不會覺得它太休閒的感覺 欸順便小提醒一下各位 就是如果你有買這兩件吊帶褲啊 它後面的這個是交叉的喔 你不能就是兩條直的 因為它如果是兩條直的 這樣就不會好看 以上呢就是這一次我跟F&D的聯名 然後希望大家會喜歡 因為其實我穿衣的風格就是 你知道要顯高顯瘦 要舒服但又不能太緊 然後跟顯白 這些都是我穿衣服的一些重點 然後其實我很喜歡那種就是 你一穿出門隨便坐在一間 你看起來不會太榮重不會太花俏 可是又覺得非常的有型或很好看的 我很喜歡這種類型的衣服 而且你也不需要太多思考 因為其實像我這一次 跟F&D的聯名出的這些衣服 基本上你們家如果有一雙小白鞋 這些通通都可以配 最後最後我還要再講一下 高個子的朋友 如果你買了一件 你覺得非常的屎穿的話 其實記得稍微囤一下 因為其實以下的這些衣服啊 我本身都有在留一套在家裡 因為你知道高個子要買到合身的衣服 連身褲跟褲子非常的難 好啦就是這樣子 非常感謝大家看我的影片 也希望這一次聯名的衣服 大家會喜歡 夠吧… 掰掰